有人说父母不在了 家就不在了 是这样吗 好多情况是这样 今天我就说说我的体验 我父亲是在去年7月份去世的 他去世之前 我的弟弟妹妹在北京 我在海外在加拿大 他们是一般每两周 去我父亲家里去看望他 这个聚会的周末 对我们全家就是一个特别欢乐的时光 我就跟他们视频 他们就在那两家人 一家老小 然后就和我父亲 还有他的保姆一块 做饭吃 然后在那说东扯西 在那讲话 我父亲在年纪大的时候 已经很少能够插嘴了 因为他脑子已经90高龄了 没有太多的精气神来插话了 但他就那微笑的看着他们 可能就在他们对话的过程中 我父亲也非常享受这种天伦之乐 那父亲走了以后 我们兄弟姐妹三个人有一个群 我们就是商量一些事后 善后的事 遗产的事 都是在这交流 一般都是说事 但交流感情方面 就没有太多的 直到我在2023年 就是今年的2月份回国 我在回到北京以后 待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这时候和家里人 我们家里全家有聚会 有时候我去这个 接弟弟家 有时候去妹妹家 或者是约他们出来 单独的去吃东西 或者是一块逛逛街 这样的活动有 在聚会的时候 弟弟也说到 就说以后 可能咱们各家 就过各家的生活了 咱们大家就各自过好 可能交往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这是都是这样 确实我们大家也都认可 就这样了 那等我回来以后 好几个月吧 其实弟弟和妹妹 两家都没有再聚过 甚至他们俩都没有见过面 我们在群里呢 也常常是一些说事 没有事就不说话了 我这个家里这个群呢 一下就 不是我们三个人群 我们全家有个群 包括我父亲 现在我父亲的那个 微信号还留着呢 就是一片安静 没有人说话了 有时候过年过节 我问个好啊 大家呢也很安静 有时候都不回 过生日的时候 大家说一说 That's it 就是这样 所以呢 确实是 很多人说 这是很自然的嘛 很多家庭都是这样 妈妈走的时候 这家就好像散了一半 爸爸再一走 这是这个全家父母 不在的情况下 这个家好像就散了 有时候呢 那各家情况非常不一样 包括他们子女之间的 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和原来这个家庭传承下来的 这么一种家庭传统都非常不一样 有的还非常的亲密 还联系 有的呢就很淡漠了 有的原来就有矛盾了 干脆不联系了 各种各样都有 那我们家呢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是老大嘛 又是在海外 如果我在北京的话 我就愿意 至少有逢年过节呀 或者有什么事 这家串串 那家串串 然后呢 春节呀 或者大的什么节日 再把全家聚起来 就那种全家聚会 那种其乐融融 大家你说说这 我说说那 特别好 但是这个就停止 我也想接受这样的现实了 那么我想起来 我父亲在 他去世之前 也就是 不是特别临终的时候 就是在今年的时候 他有两次啊 我在跟他单独视频的时候 他跟我说过这个话 他说小冬啊 你要跟弟弟通电话 多和他通电话 然后我就说 确实我和弟弟和妹妹的关系 我和妹妹呢 我们俩 我有一期视频讲过 我和妹妹差11岁 我们俩生日一样 所以呢 和妹妹就是 虽然差11岁 但是我们姐妹俩就特别的密切 就像那个闺蜜一样 大事小事啊 特别是自己的私事啊 就是喜怒爱乐都喜欢分享 有事商量 就是和妹妹 和弟弟呢 弟弟就是说 他很独立 他自己生活 自己管理 所以我们俩之间 真是很少的 这个单独的联系 一般都是有事的时候 才找他 回国呢 也是在一块就吃吃饭 都是停留在表面的这种沟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确实是 不是很亲密 也没有特大的问题 但是就是不那么亲 所以呢 我很少给他打电话 最多是大家一块的时候 家庭聚会的时候 这个来了 在跟弟弟说说话 在弟妹说说话 也就这样了 然后呢 我爸爸就说了这句话 刚开始我没有中手 我说他不爱说话 打电话 因为打电话 跟人和人之间的见面的时候 聊天说话 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弟弟这个人并不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他在家庭聚会啊 或者是聊起他很多的这个 很能砍 北京砍爷 这样的 但是呢 只要在电话里 就是有事说事 没事就 没什么太多说的 写字就更不要说了 在我们的微信群里 你问 这怎么怎么样了 没成 好 明天 就这样 一支言片语 特别吸金啊 吸字啊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呢 我就不怎么跟他打电话 父亲说了这一次 我说行 我说跟他打 跟他打 那大概过了一个月几周这样子 又跟我父亲视频的时候 他又问我 说他 你跟弟弟打电话了没有啊 我说 哎呦 还没打呢 我说行行行打 肯定打 他说你也得经常跟他打电话 不管怎么样 你们俩是一块长大的 就因为父亲两次在电话里嘱咐 哎 让我引起点重视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 我说啊 打电话呗 都跟我爸答应了 所以我就真是拿起电话来 跟我那一次 我跟我弟弟弟妹啊 两个人 我们聊了一个小时 说说彼此的情况啊 说说这开开玩笑 关心关心彼此的身体啊 工作和最近到哪儿 去玩了 反正就这些事儿吧 还有父亲的一些事 他也给我交代一些 一些我父亲的健康情况啊 有什么临终遗嘱咐 就是没有说出来 他想说说不出来了 但是我就想到这两次视频 他重复交代我的这个 你要和弟弟多打电话 你要给他弟弟打电话呀 你们俩是一块长大的 我想这个蒙蒙之中 这就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增添 他把我带回到小的时候 我和我弟弟 我弟弟很调皮呀 很多好玩的事儿 我们之间也打架 我比他大四岁 所以呢 虽然说我和这么成年以后 我和弟弟的关系 并不是那么亲密 但是因为父亲这个嘱托 然后我就 要跳出我自己的习惯 虽然我不是特别习惯 于哪几点 我不像跟妹妹 想打就打 弟弟多少就来打 说什么老怕那个 但是因为我父亲这个嘱托 我就跟他打电话 那这个周末 是个长周末 我就想着一定要给弟弟打电话 后来一讲 干脆把妹妹约进来吧 我们三个人说话 结果呢 在微信里约好时间 然后说行行行 然后呢 弟弟呢就没回答 我说今晚九点 那是他们的北京时间上午 我说有没有空 他没回答 我又给弟妹发微信 我说你有没有空 你们俩一块 这样的话呢 就九点钟就打通了 哎呀 就视频一下就看到 他们两个人了 特别高兴 然后就 因为我们真的三个人 这是好长时间了 就是在视频里 这是第一次 然后就跟见面一样的 说说你的事 我的事 每个人的主要是健康 然后又说 弟弟他们暑假的时候 去旅游了 然后他们去哪了 吃的东西 又说又笑 但是呢 因为好长 甚至第一次视频 把三个人轮流 把自己的情况 给介绍一遍 大家其实都 彼此挺关心的 然后做完这个 整个这个谈话以后 说了一个小时 关上 啊 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我就想到那句话 父母不在了 这个家就散了 没有散 这兄弟姐妹 这手足之情啊 就是在那儿呢 一联系就通了 所以呢 没有什么了不起 尽管我不太习惯于 给弟弟打电话 以后我们就可以经常的 三个人时不时的 弄一起说两句 哪怕时间不长 也没有什么大事 要商量的 就是聊一聊 现在有视频 很方便 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我这种喜悦 尤其我们在海外 见不到弟妹啊 在一块的话 我们可以去吃饭 都喜欢吃 我们特别仨 都喜欢吃四川菜 见不到的话 就视频呢 不能视频就语音呢 就是 多打电话以后 就很容易拿起电话了 没话找话 说两句 就像泰德跟我说 那时候他就让我 跟我父亲经常打电话 他说 你听听他们的声音也好啊 说说hello也可以啊 三言两语 他就不喜欢 就是不打电话 不联系 他说 然后我的体会 然后真的是 这个亲情啊 就这样一连线 一下就通了 等到不连线的时候呢 大家各自都在忙于 自己的生活 这就是日常呢 惯常我们都成年了 也都进入 这个半老年了 但是呢 经常的通过电话 拿起电话 一说 视频上一看 马上那个爱啊 亲情啊 就连通了 虽然不能说是 心心相应 那样的紧密关系 但是呢 能感受到 互相之间的那种 牵挂 关心 其实呢 就是爱 所以打完这个电话 我觉得我 就是满满的爱啊 对弟弟妹妹 对他们两家人的爱 就在我心里涌动 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满足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们和家里人 特别是父母不在了 是不是经常跟他们通电话呢 全家通电话 还是跟兄弟姐妹 单独通电话 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